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器物不仅造型典雅 文世精美 它上面所著的名文还记录了一件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 那么本期节目我就为您讲讲西州天王鬼的故事 口径21厘米 口沿处外撇 圆腹 腹部装饰着张口回身的龙纹 腹壁上住有四只瘦手耳 下面有宽厚的长方形锤耳 天王鬼是西州初期的标准器 它的造型和装饰都有典型的西州初期的特征 四只耳也是西州初期的一个特征 我们知道最早的鬼是没有耳子的 后来加了双耳 在商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装饰性比较强的三耳鬼 但四耳鬼只流行在西州初年的武王和成王时期 天王鬼的圈族处装饰着一圈遍体龙纹 圈族下面柱有方座 方座的四臂装饰有悬体兽纹 这种纹饰比较少见 怪兽身体全躯如蜗牛壳 利爪强劲有力 瘦头上长有触角 长笔上卷 口内嘹牙交错 形象十分怪异 商代的鬼是没有底下方座 方座是西州人的一个创造 过去古人是席地而坐 这个鬼放在席子上 然后抓饭吃 西州人觉得这个很不方便 所以给他加了一个方座 相当于加了一个挤压 把他提高了 所以在这个食用饭食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整件天王鬼造型庄重典雅 文饰精美而细致 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丰富的想象力 天王鬼主题文饰 是一个玄体的这么一个奎龙文 这种奎龙文也很有时代特征 它也只流行在武王和成王时期 在以后这种图案就消失了 天王鬼后来根据他鬼内的名文 确定出他是周武王时期的奎龙 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天王鬼相传是中国清朝道光年间 在陕西省齐山县境内出土的 齐山县三千多年前 曾经是中国周王朝的统治中心 这里相继出土了不少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有著名的毛宫顶 大鱼顶 天王鬼 何尊等 它们都是西周王朝的重要离器 这些青铜器被当地人发现后 有的交给了清朝地方政府 最终被清宫收藏 有的则被古董商收购后 带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售 它们当中 有的被外国人买走 最终流失海外 天王鬼也被古董商出售给了他人 曾经由清朝末年著名的 金石学家陈介奇收藏 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件珍贵的青铜器 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天王鬼又在上海出现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得到这一消息后 非常兴奋 院方立即派人前往上海 将这件国宝籍的文物收购 并带回了北京 不久 天王鬼转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由于天王鬼铸造年代久远 表面已经生了一层厚厚的铜锈 文物专家先是对 器物表面的铜锈进行了清理 然后用水浸湿天王鬼的底部 上面的铭文就清晰地显露出来 专家发现 这些铭文跟以往青铜器上的铭文不太一样 它们字形参词错落 笔画有轻有重 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做器者最初用毛笔书写时所带出来的笔墨痕迹 更为难得的是 这些铭文读起来竟然很押韵 专家说 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篇铭文 西周时期 人们往往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用铭文的形式记录在青铜器上 以此作为纪念 而天王鬼上的铭文 则记载了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 举行祭祀大典时的情景 天王鬼上共著有78字铭文 其大意味 周武王伐咒灭商以后 以害这一天 武王激发在明堂 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 祭告历代先祖和他的父亲周文王 多亏了文王的保佑 才得以罚咒成功 并取代商王的地位 来祭祀天上的神帝 天王是当时祭祀大典的祝祭大臣 他协助周武王成功地举行了此次大典 祭祀典礼结束之后 武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天王受到表彰和赏赐 他因此铸造了这件鬼来纪念 以颂扬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功德 天王鬼的得名呢 是来自于他鬼内的名文 名文呢 祭付了这件鬼的制作者 是天王 天王鬼呢 过去也有这个大风鬼和震鬼的这个称呼 专家推测 作弃者之所以叫天王这个名字 其实意味深长 他暗含的意思是 周灭商是天意 在当时 天要王商是周国人的共识 在中国商代末期 商周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 他在位期间 中日沉溺于酒色 滥用刑法 朝政荒废 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百姓生活困苦 而此时 商朝的蜀国周 正蒸蒸日上 周文王姬昌顺应民意 以德治国 任用贤士 得到了周边许多部落的支持 周文王对商周王的统治十分痛恨 他积极策划 罚周灭商的大业 周文王去世后 周武王激发继位 据史书记载 商周王33年 也就是公元前 1027年 周武王认为 讨伐商王的时机 已经成熟 他率领五万士兵 请精通兵法的江泰公 做元帅渡过黄河 向东进发 武王伐咒的这个事实 大家都很熟悉了 而且这个历史上 有许多的这个神话传说 你比如 家喻户晓的这个风神堡 又叫风神演义 是中国一个著名的这个神魔小说 应该说的武王伐咒 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 这个周武王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 联合了这个八百多个诸侯 兴师讨伐这个商周王 在距离这个当时商王朝的首都 七十里的这个牧野地区 这个周武王呢 召开了一个试试大会 他在大会上呢 列数了这个商周王的种种暴行 鼓务这个将士们 去这个商周王的军队决一死战 这次逝试呢 应该说是对军队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周武王的军队士气旺盛 一路上势如破竹 许多小国也加入到伐咒的行列中 商周王听到武王发兵的消息后 立刻拼凑了七十万人 由他亲自率领到牧野营战 然而七十万商军中 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 和抓来的俘虏 他们平日受尽 咒王的压迫和虐待 谁也不想为其卖命 这些奴隶和俘虏 纷纷在阵前倒戈 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朝的军队 咒王很快败下阵来 最终武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 周军最后攻入商朝的都城昭歌 商咒王自杀 商朝从此灭亡 说到天王鬼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件重要的西周初年的器物 那就叫做历鬼 可以说在历鬼没有被发现之前 天王鬼是大家公认的西周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件标准器物 历鬼通过他的名文我们知道他这个技术的事件是这个木野之战 甚至技术准确的技术了木野之战发生的这个时间 天王鬼实际上是推翻了商咒王以后 这个周武王呢在这个胜利之后进行祭奠的活动的一个事实 所以呢天王鬼是在历鬼之后的一个器物 专家通过研究西周青铜器上的名文后了解到 周王氏啊每遇到重大战役之后呢 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以此来祭祀上天和先王 而天王鬼的珍贵之处就在于 他记录了西周开国祭祀大典时的场景 这对于后人研究西周早期的历史啊 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好了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